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这里面有一个纳税地点的问题 它有个税的这样的特殊性的规定 所以需要大家适当留意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企业所得也讲过 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那它应当分为什么 不是一个直接投资了 应该是卖 然后怎么呢 然后投 那既然卖就会产生一个 非货币性资产转让的所得 那就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当然杨老师说了 当头一棒子了 那就给它填党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呢 要求是不超过五个年度内去分析扣除 我当时还举一个例题 那么个人所得的思路跟它非常一致 那么如果我以这种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也是它属于转让以后再投资 所以叫同时发生 既然有转让 那就要交税 那么它的个人所得 当然就是一个财产转让所得 既然是财产转让所得 当然就是要转让收入减去原值和合理税费 对不对 那么这个转让收入 那么由于是投资 可以是评估后的工人价值 那么原值 那就是我取得这个资产 是实际发生的支出或者合计者 这些都不用管它 那么同样道理 那么个人你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应当是非货币性资产转让 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时 确认这个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去交税 那么当然有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五个年度内分析 那么征管的话 这个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个人所得是就纳属人 向主管收入局官自行申报 缴纳就可以 第一点 如果是不动产投资 那就不动产所在地 如果持有的是企业股权的对外投资 那就是这个企业的所在地 如果是其他非货币性资产 那就是被投资企业所在地 所以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很好理解 也很好提议 注意就可以了 适当关注 适当关注 那么接下来这个呢 大家听一听 有所熟悉就可以了 说个什么事呢 就是个人因为各种原因 终止投资 联营 经营合作等行为 那么就从被投资企业 或者这个合作项目 或者被投资企业的 其他投资者 以及合作项目的 这个合作人那 取得了这个股权转让收入 违约金 补偿金 赔偿金 或者各种名义的款项 这种情况下 在税务机关的眼里来说 这种各种名义的款项 就是你把这些财产转让 获得的收入 所以它属于什么 应税收入 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那既然是财产转让 啥也别说了 那就是收入减去原值 减去税费 只不过这个原值 就是刚才说的 你取得的各种名乌的 这个款项的合计数 叫违约金也好 叫股权转让收入也好 叫赔偿金也好 都要作为收入 然后减去对应的 原实际出资额 减去相关税费就可以了 所以听一听 知道这么回事就可以了 那它就是典型的 一个原理的解释 原理的落地化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也是听一听 有这么一个印象 说什么呢 就是纳顺收回转让的股权 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啥意思呢 是这么个意思 你把你的公司卖给我了 把你的股权卖给我了 结果呢 我发现呢 你这个公司整合起来太难 对不对 也就是 如果说是买卖股权 是一个谈恋爱的过程 那么整合的话 有文化整合 有业务整合 有管理整合 那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是吧 所以我发现整合不好 我准备退给你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时候 我退给你 是吧 那你卖过的时候 可能已经交过谁了 想想退给你 那怎么办呢 这不就是典型的 你同意收回的时候 怎么处理呢 那就要看 它的实质的情况 如果说股权转让合同 旅行已经完毕了 已经做变更登记了 而且呢 你该交的税都交了 那么这时候实际上 你卖给我股权的这种财权转让行为 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反悔了 那这是转让结束了 以后 咱们签订一个 所谓的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 退回股权的协议 那么在市务机关的眼睛 就是我再一次卖给你 是另一次股权转让行为 所以对之前的转让行为 这个交过的事是不退的 明白了吗 因为它的最大的前提是履行完毕 股权已经做变更了 所以很合理 对不对 但如果说没完毕 或者是因为仲裁委员会做出的 解除你这个仲裁的裁决了 那么停止执行 原股权转让合同 那么这个时候 这项行为没完成 那当然就不缴纳个人所税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试完税法以后 它没有这个文件的规定 我们也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评判的 所以我们都不划行刑 然后接下来说下第四点 第四点 大家乍一看 发现它的描述 跟我们企业所得税 关于投资 创投投资的描述是一致的 什么呢 直接投资 一出向科技型企业满两年 那么你投资了70% 怎么怎么的 对吧 那么大家注意 确实是基本的描述点是一样的 那么不同点在哪呢 大家看一看 合伙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 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两年 那么天使投资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 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两年 然后可按投资的70% 对吧 都是这个 然后注意 第一句话 合伙创投企业 它的其实抵扣的是 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 当然不足抵扣的 可以在以后年度截转抵扣 企业所谓也是这样的一个描述 而作为天使投资人 带翅膀的天使投资人 那么他的这个70%抵扣的什么 转上 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时的 应那是所得 等他退出的时候 那他再怎么办 再这个 去抵去 所以大家注意 同样的描述性的语言 基本的模式跟我们企业所得很相似 但你一定要结合我们个人所得 具体的这样的优惠政策 一块记 那么就合伙创投企业 他抵的这个70%抵的是什么呢 是从这个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 而天使个人投资者 他的70%抵的是什么 转让这个 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时的应那是所得 所以他们都要是抵 抵的是有所不同的 大家要能够注意 那么提示一下 那么天使投资人 他就是相当于你开始创业时 有些人有钱 他看中你小伙的不错 对吧 给你进行那个投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注意啊 这个天使投资人 可能看中了好几个小伙子 对吧 投资了好多个初创型科技企业 但实际上成功率不是那么高的 有的就赔了 就打水漂是吧 所以对其中办理 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 那么你那个投资额 可能那个70%没有抵扣完的 那这个时候啊 那么可以在注销清算 知己36个月内抵扣 这个天使投资人转让其他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一个纳税所的 反正就是有点压保的 投中一个那几百倍就收回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风险投资 它的特点 可能投100个项目有两个成了三个成了 那就几何倍数的这个增长 本来就是一个大数的原理和赌概率 那么享受上述税收政策的投资仅限于通过向被投资初创成科技企业 直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股权投资 不包括受让其他股东的存量股权啊 不包括这二手投资 是直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股权投资啊 当然呢 这时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投对了啊 我是初创科技企业 接受这个天使投资满两年了 结果呢 我成功了 就在啊 证券交易所上市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作为天使投资人 实际上取得相当于原始股 他很便宜啊 对吧 他几何倍数增长 那么天使投资人 个人转让这个股票时 那是按照限售股的有关规定执行 尚未抵扣完的投资额 那税款清算式也是可以抵扣的 是吧 也是可以抵扣的 你不能说他这个卖这个股票时 就按我们普通炒股 我们不是原始股 我们是从那个二级市场买来的 那当然我们买卖的时候 目前来说市场不成熟 所以会不交啊 因为我也不挣钱 我开玩笑说过这个问题 那他这个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原始股东 那么是按照限售股的有关规定 这个天使投资人就投着了 这么个事 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呢 说说这个创业投资企业 个人合伙人所得税的政策 也是这个创业投资企业的吧 他怎么的 他呢 可以选择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因为他发行好多基金 那他可以每日基金单独核算 那么也可以怎么的 他以创投企业年度所的整体核算 把它放在一块 把这些都放在一块 算一下咱们这个创投企业 全年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两种方式是可以选择的 对不对 那么对其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投企业的所得 是要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那么你一旦选择三年内是不能变更的 这是创投企业他选择有这么两种方法 那这时候注意了 如果创投企业选择每个基金都单独核算 那就要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对吧 那我作为个人合伙人 那么是不是要先分后税啊 那这时候我从这个基金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 那么就按照20%的啊 这个税率计算缴达个人所得税就可以了啊 那么是按照股权转让和股息红利来的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创投企业选择了年度整体核算的方式 那我作为个人合伙人 那就典型的先分后税 是按照经营所得 那么适用这个我们经营所得的啊 方法继续方法交税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呢 大家注意就是我和别人投资一个创业投资企业 那么你这个创业投资企业 他选择的这种核算方式 对我的纳税是有影响的 单一核算即结论是采取的是 20%的股权转让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那么如果是整体核算的话 是经营所得 把这个结论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把这个结论记下给了 那所以我这块画一个新鲜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 防止出现这种比较偏门的文字性选择题 那么注意创投企业他的核算方式 会对我们个人的合伙人的税目确定产生影响 这个结论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 就是个人因为购买和处置债权取得的所得怎么交税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我要举个小例子来说 我们白毛女的故事是家喻户晓了 那就是说谁呢 这个杨白劳呛黄世仁的钱 对吧 那在古代的时候那是黄世仁催着 不行拿这个喜儿去抵对吧 然后产生了白毛女这个故事 那现在的话呢 你会发现有时候反过来的 这个杨白劳特牛 黄世仁要怎么都要不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黄世仁说了欠你多少钱啊 杨白劳欠你一百万 得了我给你八十万 我就把这个债权给买过来 这个东西就变成我的了 那么黄世仁就退出了 退出以后我拿这个八十万以后呢 我图什么呢 我不能砸手里 我就找杨白劳去要去 那这个时候找杨白劳要呢 我就跟他进行什么司法 我行政程序去主张这个债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也可以是小日仁 都姓杨的吧 你给我九十五万就可以了 我也特别大方 不是欠一百万吗 九十五万就可以了 那他迫于我的压力 或者迫于司法的压力 那怎么呢 就给我了 那这个时候 大家看我赚了 为什么 我从老黄那拿来是八十万 那现在我从老杨那要回来 那个老杨 就是杨白劳那个老杨 要回来九十五万 那九十五万减八十万 赚了十五万交税 财产转让 这句叫什么 我通过招标竞拍和其他方式 购置债权以后 通过相关司法行政程序 主张债权而取得了所得 他属于财产转让所得 对不对 那么这块呢 我们呢 又提到了一个打包债权 又怎么回事呢 其实跟刚才一样 不同点在哪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个黄世人是老面 对吧 那么杨白劳欠他多少呢 杨白劳欠他一百万 然后白白劳欠他多少呢 欠他两百万 一共是三百万 对吧 他要不来 黄世人要不来 我说老黄你退出 我给你二百五十万 这个数字要羞辱他了 我给你二百五十万 好记吗 你就走吧 那黄世人退出了 这时候 我拿二百五十万 实际上拿到了一个三百万的债权 这也属于什么 我取的这个债权 只不过这个债权是一个包裹 里面有两项债权 那这时候我去要啊 那我可能是要分着要 先挑软柿子捏 比如我找了杨白劳要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回来了 那这时候问题来了 那是等着白白劳要回来以后 一块交税呢 还是要一次交一次呢 有可能白白劳皮我还牛掰 那我就收不回来这个税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规定是 以每次处置打包债权中的 一部分债权的所得交税 所以我跟杨白劳要回来交一次 我跟白白劳要回来再交一次 对吧 你看这是很明确的吧 但问题来了 别忘了这个二百五十 是拿的两项债权 那你现在跟杨白劳要回来九十五万 那减的时候 你减多少呢 很简单 把这二百五十万分贝 那咋分呢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式了 不用贝 那就是打包债权 二百五十万是实际的打包债权的支出 然后我这次要的是吧 三百万分之一百万 为啥三分之一吧 因为整体的打包债权的公仁价值 就是刚才杨白劳的一百万 白白劳的二百万三百万 那我这次要的是老杨的 那就三百万就是一百万 对吧 那就是当次促制债权的账面价值一百万 除以打包债权的账面价值三百万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用九十五万减据算出的结果 就是当次促制债权的成本费用就可以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成本费用也是可以扣除的 我购置和促制债权的过程中发生的 招标手续费 拍卖手续费 诉讼费 评估费等等合理的税费 也是可以扣除的 因为它是财产专案所的 所以可以减去原汁 减去合理税费 就这么个事 把这个故事听明白了 考也要给我汇 就是最最最最意想的状态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又看一个是什么关于改制中的 个人所得税取得量化资产的征税问题 那么职工个人以股份形式取得的 它作为分红依据 不拥有所有权的量化资产 挣钱给你分 不挣钱不给你分 那么这个量化资产 你没有所有权 你不能卖 那么所以这时候是不征税的 对我们开玩笑经常是什么 画饼冲击 可能这公司根本不挣钱 对吧 那叫什么 叫做不拥有所有权的量化资产 不征税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 就是职工个人以股份形式取得的 拥有所有权的量化资产 实际上是获得了一个实物性的收入 就是股权 因为你拥有所有权嘛 而且量化了 那按道理来征税 但是这时候它依然是个饼 只不过这个饼怎么的 你感觉是你的了 刚才那个饼感觉不是 是不交的 那么现在你有饼了 按道理应该交是吧 但是 它怎么的 它是个饼啊 它是个空中楼阁 是个花瓶冲击的东西 所以这时候 我们说暂时缓征 为了这个改制工作 能够顺利进行 这个暂时缓征 那什么时候交啊 我不拥有所有权 我就可以卖 你刚才那个 不拥有所有权卖不了 那现在怎么拥有所有权 可以卖了 卖的话 那就是个财产转让 那这个时候再交 所以它是缓交 等卖的时候再交 那么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股权的话啊 那么你参约分配了 那这时候就属于利息股息 红利所 所以这块呢 标星上的主要原因是 大家注意 它作为一个考题中的税务确定啊 万一在选择题中出现 要能够注意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八个 是什么呢 就是一名或多名个人投资者 他以股权收购方式 把这个企业给买了 取得这个被收购企业 百分之百的股权 那么在股权收购前呢 你这个被收购企业 比如我把你买了 你被收购企业 原账面金额中呢 有这种盈余积累 没有转赠股本 正常情况 转赠股本是要交税的 但是你没有把盈余积累 转赠股本 那么这个盈余积累 注意它是一个打包的词 它包括我们会计科目中的 资本公益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不包括股本和实收资本这样的 那么这个叫盈余积累 对吧 那这就可以成为选择题 对吧 你没有转 被收购企业 盈余积累没有转 然后呢 这个我给你买回来以后呢 我这个企业收购以后 把原来账面金额中的盈余积累呢 向个人投资者转赠股本了 那这时候到底如何交税呢 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 这块这个点呢 也是跟狗屁高耀似的 教材中有了 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是并不表示它不能出 出的话很简单 就是流程性的东西 那么要比较收购价格 我不是把你买回收购价格吗 和净资产进行比较 比如这样道题 你是假企业 你原账面资产八千万 负债三千万 资产减击负债等于所有的权 也就是我们的净资产多少呢 是五千万 然后我把你买了 买了花多少钱呢 买了花了四千五百万 那这就属于什么 收购价格四千五百万和净资产五千万进行比较 那么比较的话 一种情况下是不低于净资产的价格收购 你五千万的净资产我花六千万收购 假设它可以改下六千万收购 这就不征税了 转资不征税了 对吧 那么如果是低于净资产的收购 什么意思 就是这道题 我花四千五百万 买了一个五千万的东西 国家认为我占便宜了 那么这个时候 股权收购价格四千五百万 低于原所有者权益 五千万的差额 那么就要按利息股息红利的所得征税 好 那么股权收购价格减去原股本的差额不征税 那么股权收购价格四千五百万 原股本 股本多少了 一千万 那三千五百万是不交税的 所以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么一个分析的思路 大家把这张图稍微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万一考那你别丢 别丢就可以了 所以要进行一个收购价格和倾资产比较 如果高于的话 就不交税 如果低于的话 国家人民占便宜的差额 是要按利息股息红利交税 完事 就可以了 听见了吧 听见就可以了 那么分析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结合这个知识点 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把结论记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 一个话星星的就是 企业转增股本的 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那么企业向个人转增股本 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要分三种不同的情况 要跟什么 跟什么有关的 跟转的这个企业有关 如果我是一个个人 取得的是上市公司的企业 转增的股本 那么当然要分情况 如果这个上市公司 是以股票发行溢价形成的 资本攻击转增股本 那是怎么的 是不争的 股票溢价形成的不争 那么这个时候 除了这个不争以外的 上市公司转增股本 那么对我来说 实际上相当于获得了 一个变相的股息 所以要按股息红利的 差别化征税政策进行征税 我们暗设一下这个 大家记住是吧 那么它是什么 对吧 一个月 一年 对吧 那么一年的不交 这是百分之百的交 这是百分之五十的交 这是我们讲过的 对吧 那么这是要看这个 转增的企业的情况 是上市公司含新三板的话 那么是跟这个股息红利 差别化政策的处理原则一样 如果说个人取得是非上市 或者没有在新三板挂牌的 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 转增股本 非上市 但它又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那么符合条件的话呢 可以在五个年度内 分期纳税 转增的话 交交 但可以分期 除此之外的 就是一次性 按照利息股息 红利交税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呢 它是跟什么呢 跟我们的企业类型有关 刚才的那些文字性的内容呢 转化成一个表格 跟企业的类型有关 非上市的话 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五年内可分期 其他企业及时代扣代交 如果是上市公司 股息差别化政策 当然 如果是股票发行溢价 形成的资本公企专政股本 这不交 刚才的那种 按照这个表格的方式 进行总结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 关于护港通 或者深港通 它的相关政策 那么这块呢 由于文件呢 是一个文件 它包括了 企业所得税的规则 和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所以呢 我们把它呢 放在一张表格中 把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的政策 都给大家 怎么呢 给总结一下 大家有所熟悉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 所谓的深港通 或者护港通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 我们 内对投资者 可以通过上海征券交易所 或者深圳征券交易所 买香港联交所的股票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不管深港通也好 还是护港通也好 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 如果是香港投资者 投资互市的A股 或者是深市的A股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就相当于香港投资者 买内地的股票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从转让差价的角度来说 是产免征税的啊 赚取差价的不需要交 那么如果说的持有的话 是取得了股息红利 那么注意啊 展不执行啊 股息红利的差别化 就是刚才领带画图的那个 不执行 就是由上市公司 按照10%的税率 代扣就可以了 啊 这个税率是10% 注意不是按照利息 股息红利的20% 而是按10% 有点什么 预体所得税的味道 对不对 好 所以大家注意 这是香港投资者买内地股票 很简单的处理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什么 如果是内地投资者通过深港通或者护港通买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股票 那这个时候就相对复杂一些 但是听我解读完以后也没有那么难啊 你把这个结论给我记住就可以了 什么呢 我们先看 简单的 如果我是个企业投资者 那么我买卖这种股票 即便是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股票 也是一个转让的行为 是吧 是个财产转让行为 所以转让差价是要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如果是个人投资者买这个联交所的股票 那么是产免征税的 就像我买境内的股票一样也是不交的 所以这个很简单 就是内地买联交所的股票 企业投资者遵循企业所的规定 个人投资者遵循个人所的规定 完事 是吧 然后说说 如果是股息红利所得 我是企业投资者 我买完以后持有 那么这个联交所上市公司的 他分红了给我 那我取得股息红利所得了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企业所的规定 他当然也要交税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呢 内地投资者投资联交所 如果是一个企业投资者 对他的转让差价所得 对他的股息红利所得 那都是要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规则是交税的 是吧 那有时候怎么还有这个其中啊 原因很好理解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H股 H股实际上是内地的公司 去香港联交所上市 那么注意 这个时候 我作为内地投资者 我买了一个H股公司的股票 那就相当于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所得 那么什么啊 那不就是我们说的免税收入吗 我们讲 你讲那个企业所得免税收入 不是说利息 国债利息 然后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吗 那这个所以你内地投资者 他是内地居民企业 连续持有H股 那就是内地的居民企业在联交所上市的 那么满12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符合我们所得收法规定的免税收入的规则 所以是免征的 所以你看他就完完全全遵循了 什么企业所得税的规则 然后回到我们这张说的个人所得市场 个人所得市场转上差价 我们说完了 我们说说我买了联交所的股票 通过深港通护港通买了以后 那么我持有他分红了 那么如果我买的是上市H股 那么我刚才说的H股是这个内地的公司 所以H股公司按照20%的税率代扣就可以了 属于利息股息红利 当然按20%的税率交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是上市的是非H股 不是内地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么买的是联交所上市的 非内地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么就由中国结算按照20%的税率代征 所以总的是要交的 那实际上就按什么 按这个股息红利20交 所以联交所股票内地投资者 如果是个人购买的 那么这个是要怎么的 按20%的股息红利交税的 持有期间的股息红利是要交税的 是吧 所以把这些点的听一听就可以了 然后提示一下 H股公司对内地企业投资者 不代扣股息红利的所得税 那么你这个有企业自行申报缴纳就可以了 是吧 那内地企业的投资者 自行申购缴纳企业所得税时 如果是联交所非H上市公司 已经代扣代缴的股息红利所得 那么属于来源中国境外的 那么符合抵免规定的 可以按照税数抵免规定的进行抵免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境外抵免的这种规则 听一下就可以了 听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又一个话行不行了 倒没有多难 只是一个结论性的规定 什么呢 就是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 如果是非原始股取得的所得 就认为是炒股 跟我们买卖境内上市公司 那个深圳的证券交易所也好 这个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好 深户两市的一样都不交 我刚刚一直在说 我这炒股不挣钱 别真的说这个 说的这个乌鸦嘴真说中了 但我老拿这个举例嘛 炒股炒中股东嘛 是吧 那么这时候注意 如果是非原始股取得的 那么他遵循的就是我们说的 类似于就是 深户两市 主板上市的股票 所以产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那么这个非原始股就是 你在挂牌以后取得了 相当于从二级市场取得了 那么有非原始股就有原始股 原始股取得你卖的时候 就是财产转让所得 那么适用20%的比例税率 征收个人所得税 那么所谓原始股就是挂牌钱的 挂牌钱取得的 那么今年这块新增了一个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不说什么 这种精选层啊 创新层的问题了 这是 这个跟这个证券市场的结构有关 我们不管吧 那么了解一下 就是新三板精选层公司转为 北交所的上市公司 而我们现在有绅士 护士 还有一个北交所 北京这块有一个证券公司 北交所上市的公司 那么以及创新层挂牌公司 通过公开发行股票 进入北交所上市以后 那么投资北交所上市公司 涉及的个人所的硬化市的相关政策 也是按照新三板执行 那么就是说 这块呢遵循的新三板的规则 就是我们正在讲的那个规则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一讲内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大家也会发现有些东西 我是感觉很陌生的是吧 但是从我们考试角度来说呢 结论的东西 你还是要能够记住的 是吧 那不要过多的去展开 你比如像这样的什么精选层啊 什么这个创新层啊 那这个你都不用管 你都不用管 那我们炒股都知道 你要开这个 这种这个北交所的什么 这种各种资格的话 它是有投资这个资金的要求的 对吧 那么这个呢 还要进行什么风险评估等等 这个呢 跟这个好多具体的政策有关 你不用管 我已经说了 不记结论 你新三板原始的 那么就是什么 卖财产专 那么非原始的话不交 就把这个结论多嘟囔几遍就可以了 这样的内容 往往都是小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讲的要求 就不是掌握 而是掌握性熟悉 基本规定 好了 这讲呢 杨老师带领大家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